第144章 祖福 强猛的精神力波动犹如汹涌的洪水般,自福石塔第八层中横扫而过。 在这等强猛的冲击力下,就连那弥漫在此处的精神微雅,都是被生生冲散而去。 石碑之前,林洞双野宛如星辰一般,璀璨的刺人。 好片刻后,那种明亮之色方才伴随着精神力波动的减弱而消散。 林洞常常地吐出一团白气,自地面上站起身来。 而在其身体站起来的时候,那种消失了二十多天的精神微压居然是再度降临。 不过,如今林洞精神力大涨,那精神微压显然让得他肩膀微微沉了沉,但却并没有限制住他的身体。 看来是因为灵浮漩涡消失的缘故。 再度临体的精神微压让得灵动正了正,玄机恍然。 泥湾宫内的灵浮漩涡已经是化为了三枚本命灵浮。 那种犀利也是消散殆尽,进而令得精神微压再度的卷土重来。 三印浮尸? 感受着那种前不久便是能够把自己搞得死去活来的精神微压,如今却是没有多少威胁力,林洞也是忍不住的一笑。 三印浮尸的确是比二印浮尸强上许多,不然的话,现在的他恐怕已经直接被那种再度袭来的精神微压,强行挤出了浮尸塔。 这里的修炼倒也是差不多了。 林洞伸了一个懒腰,此次的浮尸塔之行可谓是收获极为丰富,不仅得到了一种气急精神秘籍, 而且最重要的是直接在这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中顺利地突破到了三印浮尸。 这对于林洞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惊喜。 以林洞的本命灵符的奇异之处,虽说尚还只是三印浮尸,但论起精神力的强衡程度,恐怕都是能够与一些寻常的四印浮尸相比。 而一般说来,四印浮尸能够与天元镜大圆满的强者相抗衡,所以现在的林洞倒也是有了一些跟天元镜大圆满强者交手的本钱。 虽说不一定能够绝对胜过,但至少也是不用再像以前那般忌惮。 虽说浮尸塔是一个极为不错的精神力修炼之地,但却毕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能够在这里坚持二十多天的时间已是林洞的极限,更何况如今林浮漩涡已经是消散,恐怕要不了太长时间, 他便是会被这里越来越强的精神威压,强行挤出浮尸塔。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林洞难难自语了一声,刚欲转身而去,一洞的目光突然瞥见了中央位置的一片精神壁障上,那里是通往第九层的通道。 林洞的目光凝在那片精神壁障上,面色确实有些变幻不定起来。 对于那浮尸塔第九层,他心中自然是极端的好奇,这第八层便是有着气急的精神秘技,那第九层的话又会有着何物? 站在原地,林洞愁出了便客。 若说对于那第九层没有什么好奇的话,那是假的,但谁又能知道,那其中不会有着什么危险。 去试一试,反正也是要离开了,就算是失败了,大不了被挤出浮尸塔而已。 矗立在原地迟疑了好一会儿,林洞方才咬尿牙,好不容易闯到第八层,若是不见识一下那第九层的话,倒也算是白来了一趟。 既然下了决定,林洞也就不再有所迟缓,迈着步伐,飞快地对着那通往第九层的精神避障走去。 虽说失去了灵符漩涡抵御那精神威亚,但林洞大掌的精神力倒也是能够扛得下来。 因此片刻后,他便是来到了那片精神避障之前,略作沉隐,便是一步跨出。 随着林洞闯进那通往第九层的精神避障,立刻便是有着一道细微的低沉之声,从那精神避障中传出。 紧接着,一股极端强悍的挤压之力突然地从中涌出,试图将林洞的身形排挤而去。 觉察到那种排斥之力,林洞却是一声冷哼,泥湾宫内三枚本命灵符顿时发出一股股雄厚的精神力。 强行抵御者那种来自精神避障的排斥力。 紊乱的精神波动不断地自那精神避障中扩散而出,而林洞的身形也是仿佛坚硬在了那其中一般。 不过,若是看得仔细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并非是纹丝不动的僵持,而是在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融入精神避障。 两者的对抗持续了足足将近十分钟,那小小的一步看似细微,但在精神避障的激烈抗拒下,始终难以是安然踏出。 给我散开。 伴随着僵持的持续,林洞也是略有些不耐,双目之中亮光一闪,泥湾宫内的三名本命灵符便是微微一缩,然后突然膨胀而开。 三枚本命灵符膨胀而开,三股极为强悍的精神力,宛如风暴般席卷开来,竟是生生地将那宛如泥沼般的挤压之力推开了一些。 在那些挤压之力被强行推开的刹那,林洞脚步趁机突然跨出,而后身形一闪,便是消失了踪迹。 在他身形消失的刹那,林洞眼前也是微微一黑,转瞬后便是恢复过来,然后他的目光便是迅速地投下了周身。 福尸塔第九层异常的普通,面积非常小,不过石树状范围而已,地面上也是布满着不少的灰尘,与下面的树层相比显得很是杂乱。 林洞也是因为眼前的这一幕愣了愣,显然是未曾料到,这神秘的第九层竟然会如此的普通,看上去根本就没有半点出奇的地方。 眉头照了周,林洞目光仔细地走过这第九层,片刻后,他目光顿在了两侧的塔壁上,在那上面有着众多的纹路。 这些纹路颇为的绘色,但在林洞一番观测后却是发现,这些绘色的纹路仿佛是构建成了两个极为复杂的古老的符文。 古老符文复杂地让人头昏眼花,但那一笔笔的勾勒,又仿佛蕴含着天地治理一般,让的人忍不住地沉迷进去,极为神奇。 林洞的视线,拧在左边墙壁上的那一道符文上,而在他全神贯注下,他突然发现,那一道只是如同图像一般勾勒在墙壁上的古老符文,竟是散发出了一股淡淡的犀利。 在那种犀利下,仿佛他尼王宫内的本命灵符,也是有着飞出去的迹象。 觉察到这诡异的一幕,林洞浑身的寒毛都是竖了起来,急忙地退后两步,颇有些感到不可思议。 这些符文只是自为普通的图像,就如同一个人拿着笔墨在墙壁上随意所画一般。 这并不是精神力所宁的符文,但怎么可能拥有着如此诡异的能力? 犀利! 在感到差异时,林洞面色突然微微一变,旋即突然抬头,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极端复杂,而且透着一丝古老气息的符文。 先前他倒是没有觉察到,这墙壁上的古老符文,居然与他尼王宫内的本命灵符有着一丝相似之处。 当然,这只是有着一些相似处,他尼王宫内的本命灵符可远远没有这古老符文那般的复杂隐晦。 那种感觉就如同是被简化了无数倍一般,让在林洞的心头泛起了一些惊涛骇浪。 难道他所修炼的这些本命灵符,与这神秘的古老符文还有着什么特别的联系不成? 回想起本命灵符的那种种诡异的能力,林洞的面色也是有些古怪起来。 这墙壁上的古老符文究竟是什么东西? 面色略微有点古怪,不知道为何,他总觉得他所修炼的那些本命灵符,应该与这古老的符文有着一些联系。 这符文究竟是什么东西? 林洞难难自语,光从这脉象上来看,这古老符文应该是一种极端可怕的东西。 眼下只是用笔墨勾勒出来,便是拥有着这等能力。 若这等符文被人修炼成了本命符文,那又该拥有着何等逆天之力? 神秘古符的发现让他林洞心头有点乱。 他没想到,此次进入符石塔,竟然会因缘巧合地遇见这东西。 而且他所修炼的本命灵符又似乎是与此物有着一些独特的关系。 林洞抿了抿嘴,目光在两扇墙壁上的两枚古老符, 符文上扫过。 片刻后,他的视线突然地凝在了墙壁角落处。 那里有着一些潦草的字迹,字迹存在的地方仿佛极长,因此看上去很是模糊。 林洞便认了好一会儿,只是看清了两个字。 祖福。 潦草的两个字,但在林洞看见两字时,心底深处,毫无缘由地涌上了一股敬畏之意。 甚至连泥湾宫内的三枚本命灵符,都是发出了细微的颤抖。 祖福? 是什么? 林洞盯着这两个字,难难自语。 天地之间,福是以精神力,宁本命之福,各分无数,各有等级。 但天地间最为强大的却是祖福。 祖福并非人所创造,而是天地规则所宁。 每一枚祖福啊,都是拥有着通天之力。 拥有祖福者,是天地间最为强大的存在。 在林洞茫然间,突然有着一道熟悉的声音在其脑海中响起,那是小雕。 啊,你苏醒了? 听到这声音,林洞也是惊喜的道。 嗯。 林洞肩膀处光影凝聚,小雕浮现而出,那对细小的眼瞳盯着墙壁上的两枚古老符文,叹息着喃喃道。 哎,真是没想到啊,在这小小的地方,竟然还有人知道祖福的存在。